欢迎来到本期拳皇9期屠舍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超级大门大战菠萝仔 说我们首开八神 看超级大门这个八神操作怎么样 还没有等我们看他操作就中了一发 奎花三十 奎花三十 联系的奎花两点 看来菠萝仔有点东西啊 反应很快 再看超级大门的大门很快就要出场了 大门才是超级大门的拿手好戏 看大门会不会依然那么犀利 依然那么快速开场给这种一发地雷阵 大门跳地抢个空 大门还是高三地跳地截住兰智山啊 跟着八神的八神节奏再走 然后兰智山三世后面跟一个霸格阵 这个霸格阵和原版一样无法防御 来看波罗在下一个八神 他两个八神带给亚迪娜 亚迪娜可是九七突射中的神啊 他的战斗力不亚于大蛇 也不亚于八神 好八神截住又差点被截住 感觉这个大门啊 对八神的八神感觉特别好啊 对可以跟着他的速度 然后进行截击 八神八神又开了 跳赤地 硬跳赤地 来个火圈 现在大门我住 八神还在不断的释放火圈呢 这个大门步步紧逼 但是大门已经没有血了 还是就范了 大门刚才是防下防了 一防下防的肯定一个跳赤就过去了 兵不演战 来看超级大门最后一个大门 最后一个大门的啊 先杠一发 这些地雷阵阵 跑抓兰子三 经典的跑抓又来了 这个兰子三三是足以把波罗仔送走 那么来看波罗仔最后一个亚迪娜 出手 亚迪娜 战斗力究竟有多少 现在战斗力大门有一千 看亚迪娜能不能在一千以上 好 亚迪娜这些暴击了 暴击就闪现过来 圣龙滑空 其实都用凤凰之剑凹一下子 啊 头上伏 头上伏 双断 哇 八个阵之后大门跑西兰子三 没有给波罗仔任何反击的机会 大门这波操作 一起合成 星影流水 速度极快 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波罗仔还是用八神对抗超级大门的八神 看超级大门的八神 这一波 快花三世直接堆到角落 嗯 失误了 应该是可以接的 搞自己的八神女应对 趁此机会 还想再cd 但是这一把波罗仔没有乱动 使用了八九杯八神女 哇 八神女直接被cd了 现在来看波罗仔下一个 亚迪娜 这一把把亚迪娜放到了第二位 效果如何呢 没事没单 好 八神首先给他一番跳臂 但是被凤凰之剑胜了取消 凤凰之剑再来 来 角落 好 八神八神女一开 快滑 八之女 小跳 重手 跳踢强坑 跳赛压制 又是一波快速 哎呀 八之女 看波罗仔剩下一个暴走八神了 这超级大门有着穿三之势 不如这超级八神得了 第三个回合 波罗仔的暴走八神 手开八之女 为什么向前只跳了个百合折呢 再开八之女 后跳拉后 八之女 骗了一个cd 波罗仔只下一点血了 哎 但是波罗仔要成功反杀嘛 他有反杀之势 后面八之女应对 挑递八之女再来 哎 被超级大门来了个八之女 这一局结束的有点快呀 我们下面接着往下看 下一局的话 超级大门还是用暴走八神手法 波罗仔依然有亚迪娜 这一波有所不同的是 他选出两个亚迪娜 这样的话战斗力会增加不少呀 超级大门八之女应开 差点被凤凰之劲吸住 好 滑空光剑还是吸住了 大门八九被定 奎华八之女 没连住 八之女 跳四一抢空回首 跑 然后跳四也继续压个起身 破防了 但是最后还是被吸住了 被吸住之后 那超级大门可要没了 超级大门的大门再次要出现 如果超级大门选三个大门的话 战斗力会不会再进一步的提升呢 第二个回合 走起 第二个回合超级大门 好 做好防守线 蓝制衫 一个强袭蓝制衫 一套带走 这个蓝战掉血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后面看波罗仔 下一个人 这一局实现了一个泡飞 下一回合 我们来看波罗仔他的 下一个暴走八神 开火圈 开火圈 脸开火圈 大门 啊 大门的天地反没抓住啊 但是超大外哥抓住了 见识下中角街头上风八九呗 葵花八九呗 哇 八神的秀起来了 八九呗 我们葵花再接八九呗 瘦了这个八神 最后一波葵花距离远了呀 八之女八之双开八之女 超级大门懵了 超级大门也是很小 很少被秀到啊 八神再开八之女 刚谁抵八之女 反正各种八之女 哎呀 大门懵了 被打懵了 来看超级大门 下一个大门吧 地雷阵 被吊八 哇 跑戏蓝子山 经典在线 这个跑戏真是防不胜防啊 只要你有一点小好的鱿鱼啊 那你就会中招 哇 还逃跑过去 直接给了一番 窃住反啊 捡了起来 这个跑跑是利用 里头助跑 速度很快 六个回合 波罗仔的雅典娜 好 波罗仔 想跳 直接 头上浮 直接硬凹 地雷阵 后面 凤凰之剑 完了 完了 你前期再猛 只要被雅典娜 抓上一条 连续的 哎哎哎 你就可以起飞了 十五 大门有机会 大门 没有机会了 当波罗仔 选出两个雅典娜之后 这个战力 确实增加不少 超级大门 很难拿住他了 看这波超级大门 好 八只女近开 那么雅典娜就用他的慢波 牵制住 时不时还给个快波 现在八神用八只女 把他接住 八只女走到身边 哎 还是中了波 跳低 又中波 好 超级大门 处于被动了 现在啊 雅典娜 确实厉害 后面 看八神 防住 轻攻击破防 来个火圈 轻手 规划三尸 直接带走 好 只要能拿住 波罗仔的雅典娜 那就好 但是他还有一个雅典娜呢 他的豹子八神 又现身了 来个火圈 八只女想过 火圈过不去的 重爪八只女 火圈跟上去 这样为双方相杀 超级大门 这局打得非常谨慎 八九被定 超级大门 你要猛一点 不猛一点的话 估计干不过波罗仔了 哎 轻角点了一个八只女 拼八神没能拼得过 那只能看大门的了 我们马上进入到大门时刻 第三个回合 好 大门现在有三科技在身呢 八神直接开八只女 大门那就刚飞发 八神再开 跳C 葵花 大门再刚飞发 八只女也要了呀 超级大门 刚C地先 跳地势图蓝志山 好的 这个头 哇 专业拿捏八只女 又是大门 地雷阵吗 跑跑蓝志山 又是个跑跑 防不胜防呀 来看波罗仔最后一个雅典娜 第四个回合 这个雅典娜可是波罗仔的重中之中 在最后全指着他翻盘呢 感觉他一点都不拒大门 那么超级大门还剩最后一个大门 这个锡啊 确实是防不胜防 来看他最后一个大门 最后一个大门呢 先最后一个防守 亚典娜就直开 生龙取消凤凰之剑 大门就连续的地雷阵 凤凰之剑凤凰之剑凤凰之剑 生龙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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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 又被吸了 完了 超级大门 哇 亚典娜还是厉害啊 比分现在来到了2比2 我们进入到第五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也是决胜局了 这一局看超级大门 希望他不要再掉链子 这一把他开场就使用了大门 投场服切住反 投场服切住反 节奏逐渐加快 然后亚典娜一直用后皇剑 接生龙划空光剑 蓝之三 哪里跑 蓝之三三世 霸格阵 角落切住反 减一下霸格再阵 哇 双霸格阵 666 看来超级大门被彻底激怒了 后面看波罗仔下一个角色 暴走八神 这边暴走八神呢 做一个防守 跳地抢空 跳个压制 大门直钢塞地 角落跑戏 蓝之三 又一个经典的跑戏 然后接上一番 霸格阵 霸格阵 霸完中还想再剪一下 没剪到 没剪到 要挨打 八九杯 哇 空中被定 后面八九杯再定 大门 完了 你闪神肯定会中八之女 被套路的明明白白啊 哦 KO 看超级大门下一个暴走八神 总是在暴走八神这里 飞不起来 波罗仔首开火圈 超级大门也直开火圈 钢塞地 双方向杀 后面 波罗仔啊 一点血 嗯 钢塞地八之女 哎呀 很硬 但是还是没跑掉 波罗仔又剩下一个雅典娜了 又是这个神一般的雅典娜 超级大门 能不能拿得住他 就连跑戏蓝森的雅典娜 这里好像也不好使 雅典娜把他吸住了 只要一吸住 一套带走 没办法 连续三个 哎 超级大门又只剩下一个大门了 大门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不要被他吸住 这个吸力太强劲了 好 超级大门先小跳一下 凤凰之剑 这就开了 完了 千万不要和雅典娜跳 一跳 超级大门完蛋了 哎呀 一个发波 闪光水晶波 防不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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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